哇這是民宿嗎 一個一個喝茶的地方 你在哪 我到了 進來吧進來吧 你這麼帥 哎你會覺得 一代人比一代人好看吧 會啊對吧 進化啊 他們就越來越漂亮知道的 對反正之前我在見著什麼 吳亦凡那些人之前 我都不相信這個事情 像有長的對 居然跟我說是他北京的 北京那麼多人沒人長這樣 你咋弄我自己 他一個愛的我自己看 世經 世經很好了 世經很好 但是你知道我嗎 本來想說這次疫情天在家裡呆著 我應該可以胖呢 結果我真的胖不起來 胖不起來 胖不起來我可難受了 也不是拉手套吧 我現在只有四季 只有四季 一百四你告訴我你一百四 我們一共一百四 胖一四談一百八幾了 迅速能看一四談一點點 能看見我的智商很高一點 你智商啊 臉很弱晴 臉很弱晴 哈哈 真的不是朋友 那你是不是有意想的 在幹嘛啊 你自己是要不人拍 哈哈哈 這不是幻想 就是 事實 哈哈哈哈 他跟 侯明浩好像的性格 不是我這個很專業的 真的真的我專門學過這個 其實我做的挺好的 對 自我認知障礙 自我認知障礙 對 哈嘍哈嘍哈嘍 坐坐坐坐 哎 你們通過聊天能感受到我們 這什麼類型的人格嗎 其實現在我們做的到 其實真的是 不一定是真正的我們 從一些細節 對吧 從一些細節 比如說 說什麼 小禮 小禮 小禮了 現在坐在這的時候 他的腳在跑步 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陌生人 沒有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情商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情商其實 在我們的工作當中還是挺重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跟人相處 那我們就來再測一下情商吧 人生道路上拼搏中相信自己能夠成功 總是 哈哈哈哈 做度自信 我們倆 年輕嘛 做度自信 對 一人曾經收到他做的 自我保護 經常留意的日子 就為了一個 正在提交答案 正在提交答案 我是情商水平 居中 居中 對 居中 你居中啊 這個特事題只是一個 很好的 居中會比較多 對 其實每個人看法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並沒有必要去追究一個 所謂的大家眼中 你情商最高 你最棒 咱們追求的其實是什麼 我追求 我讓別人也比較舒服 有一段時間就是特別難受 我就一個人飛去波山基 那個時候英文也不行 然後就自己在網上找了一個語言學校 然後我就去那上了課 我突然發現 我可以換一種生活方式 我覺得那個方式挺好的 然後下了課 同學也都不熟 然後也是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覺得可以跟他們一起去感受一下這個城市啊 然後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去海邊啊 什麼的 心情放鬆了很多 當我再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事都不是事了 所以我現在就有個習慣 就是可能積累到一定程度 我就會換一種生活方式 我就出去待一待 你有個很好的自我挑選這個 你可以走了 我在想 我帥得很 我的提升秀很高 我是不是最棒的 我知道 我們要在合適的時候 這個情緒要施放出來 哦 你不要想的這個情緒就是 我要把它壓下去 其實情緒有點像垃圾 你內在有垃圾桶 你壓的過程就是把這個垃圾 你壓的過程就是把這個垃圾 你停的再把那個垃圾桶壓壓壓壓 如果你的蓋還能蓋上 好像不太壓你的生活 但是一旦壓到這個蓋都蓋不上 爆掉的時候 影響的動作就爆出 對 其實情緒就這麼簡單 我有時候會感到焦慮 我會躺床的 我會想說 哎呀每天是我 我爸媽家裡人不在了 為什麼叫回來怎麼樣 我就會特別焦慮 之前有段時間我外公就是生病 然後做手術做兩支手術 然後那種就特別沒有安全感 一旦就是比如說我給他們有什麼事 給他們打電話 我爸媽不得接 我就會想很多 我想說他們會不會出現危險啊 我爸媽是不是身體不好 怎麼樣了 然後急救了或者怎麼樣 就是這樣 是這樣 我很常常都這樣 遇知煩惱 就是沒有發生的事情都要想好多 對 對 是我的心太大了嗎 一般就是年輕的 越小越不會在意 他想不到 對 那你年紀大的人會想嗎 會想 你現在會有些擔心嗎 除了我爸騎電瓶車 你看 人女兒唯一的這個效率 就是您吸引電瓶車 你把這事改了 他就一馬平坤了 他就無憂無慮的可以領 賺錢 人無憂無慮也不會 對不對 要有一點擔心 那你小時候有多發生過什麼事情 就是說 可能是會跟家人有分開過 我11歲到18歲是跟我爸媽分開生活的 因為我是一個人在北京讀書 所以我成長期都是跟父母是分開的 當你遇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比如被老師賣被老師罰呀 或者是生活上遇到很多問題的時候 我就沒有人幫你 你都是得靠自己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那段時間 缺失跟父母在一塊的時間 所以我才希望從工作之後 我爸媽如果不太忙 我就希望可以跟他們常常在一塊 現在我爸媽就是快要60了 人類一般都知道可能八九十歲 那我可能陪伴他們的時間 也就還有二三十年的時間 就盡量陪在父母身邊 可是我有時候就會交易 一想到這個我就覺得 天啊 就不知道以後要怎麼辦 會很焦慮 你這個焦慮是稍微有一點過度了 對 我們內在有之後 我現在已經是不允許這個事情 不允許這個事情來生 其實真的你想明白了 不管你不允許 它都是存在的 這宇宙是不管你的 對 這個世界要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去運轉 對 我們再怎麼樣都不可能 對 我們只能順流 對 順流而下 順勢而為 對吧 畢業老師 畢業老師 我們說接納是真的 接納了我們才能去想更好的感覺 對 在每一個經歷中 你要去發現自己 成長的地方 改變的地方 然後不斷地去給自己肯定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辛苦了辛苦了 剛才有講到怎麼擔心身邊的親人突然離開會怎麼樣的這種焦慮 那你現在怎麼去舒緩這方面的焦慮 對啊 那你得不想嗎 還是不要想對不對 也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種未雨綢繆 就是 做心理見識 對 因為我不希望就是如果哪天跟父母分開了 天啊幹嘛 就是我不希望到時候去後悔 就是沒有給父母做很多的事情 哎呦喂 哎呦我天就是 所以說這就是讓我們知道生分的生分的意思 因為如果你是永生的話生分你沒有任何意思 就是因為你一開始才會讓我們現在的生活變得有利 對所以我才更加想要珍惜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時間 你知道女兒的這些焦慮跟擔憂嗎 她這種焦慮應該說她是成長的 有責任感啊 是要照顧我們社會 也說我們變老了 這是一個很辛苦很高興的事情 其實反正面對就好 而且整個的這過程都是你在做心理見識 因為父母輩也就是這樣過來 所以我們也一定能扛事 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 謝謝 所以我們可以睡覺